你好,我們繼續討論 一直都在說整個星期被梅根兩夫妻在英國做一些畫面 星期一整個英國應該關注幾個依賴 包括英女王英聯邦發表的說明 還有三八婦女節,最重要的是英格蘭是一個大日子 本來的班學過程裏面就是整個政府所謂文宣的鋪排 由上星期三的財政預算 接著解釋財政預算 然後就準備開行 然後星期一約翰遜親自操刀開他們所謂的黃昏五點鐘的記者招待會 當然是手上自己的納金 阿里這個深水炸彈,正如我們之前都說過 其實我上星期說阿里和梅根的電影 英女王就不想看買衣服 土羅市民都覺得沒什麼 沒不到收視率那麼爆炸 也想跟你說說 其實星期一開始 BBC和其他的報紙開始有一個 去推出禮拜日 禮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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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出街當日 BBC拿起兩段最精彩的片段 放在手上開記者會支持 即使BBC這些官方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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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比較傳統的行為機構 即使比較傳統的行為機構 他其實是正視為主的 黃昏鏡當年都是一個新聞 但是就不敢擺頭條 你看不到其他新聞 又分析、又評論、又剪接 而最重要的是 因為禮拜二的時候 那些頭條 鼓勵不太清一色 跟你分享一下 星期二的頭條 真是嚇死你 變成所有事情 基本上就不用想著 佔據到任何的畫面 全部都是他 玩完 是啊 尤其是我也說 他這個震撼彈來的 因為一說到這麼敏感的問題 這次真的要看媽媽怎樣拆解才行 應該是外婆怎樣拆解 星期二的報道 全部都是兩夫妻都玩完 是呀 是呀 因為這樣 都要拿他來做這個頭條 嗯 是呀 因為他說到這樣 這個就是很糟的 真的 完全 因為以前從來 所有 就算你怎麼說 都沒有人說 親口 這樣說出來 對於所謂種族的問題 這個這樣的指控 真的實在是 都不懂得形容 真的厲害到 是啊 現在說到很淒涼 現在家裡 只剩下 他們四個 或者雙衣魂令 唉 多淒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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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作為名人 可能會感到淒涼 如果作為我們普通平民百姓 我就真的 百分之一都不同 這個就是昨天的 星期二 佔據所有的畫面 而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 整個報道裡面 其實 我最後都看完他的報道 整個報道 本來都不用著看 看了 這麼精彩 你問我 看完之後 這個 這樣的訪問 哈里王子那些 講法 其實是很離身的 就是外入不了 這個都是跟他的背景有關 他們的訓練一向都是這樣 這個制度 制度 令人窒息 令人很束縛 等等的東西 這些 感受不到的 你感受到束縛嗎? 我也不在皇室裡面 這些對其他非一平民百姓 是不會太大窮民的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這麼有錢 然後限制你的東西 令到你有自殺的念頭 其實你說幸運不幸運 你皇室是天生有這樣的責任 人家不可以有的 這種東西都給不到其他人 天生你又想有錢 不過 整個解釋裡面 其實都有一些牽強 因為 我看他的訪問 他們是很想 撕掉 他的兩夫妻的遺利是圖 即是 黃色的下頭 但是 你又想自己賺錢 很貪 或者繼續享受一些所謂名人的生活 他會解釋 為什麼他會跟Nevres和Spotify簽約 商業贊助 其實這就是 你想離開皇宮 不想再擔任 這個所謂皇室的職責 的最重要原因 他一直都撕掉 這次其實就算這樣說 其實都是牽強 不過 都言之可能是成理 他就說 由於家 即是這個雞仙營蛋 家裏切了財政 切了保安 所以 他們都收到這個死亡 很威嚇的 黃色一六都收到的 你不給保安 他就是想去全家 行家都產 是不是 行家產的話 就很大件事 所以 他覺得 因為這樣 我就迫著賺錢去維持 我的保安安排 其實我賺錢都沒有了 都是給了這些 保安公司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他的解脫 黃色會不會回應這個問題 就真的不知道 即是雞仙還是蛋仙的問題 究竟你是想先貪錢 還是別人先不給錢 所以你沒有保安系統 即是他講到 唯一都很像成領 但是 看看一半一半的受不受 他就說他很震驚 包括梅根在內 他講的就是很震驚 當他收到這個黃色通知他 就說 切了保安 保安不再負責 這點就是令到他們覺得很憂慮的地方 那所以要運遲 這個就是他們 但是 因為 這個哈利 暫時是第六的承繼人 但是 其實 當然 因為他是 因為他是 Prince Charles的兒子 就會 地位和曝光率高一點 但是其實我知道 Prince Edward的兩個女兒 都已經沒有了保安 所以 所以 有些事情 一方面 你可以 很難說 我也覺得這些是皇室家事 你說 人情又行 你說道理又行 所以 這些是清官難審家庭事 所以 這個 當然就是 奇英女王 就說 暫時保持沉河 希望能夠整理一下思綏 所以 有些很多傳聞 星期二的時候 就說 其實 佛金漢宮已經準備了聲明 不如爭取英女王未簽 也說到 其實 不想火上加油 這方面 傳統上 皇室反應也是這樣 所以 他究竟 為什麼要出去賺錢呢 這件事 就當他出擊 究竟皇室會不會回應 這是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 就是 究竟誰跟他們說 說關注他兒子的膚色問題 誰說 包括主持人 都不斷分別問也好 即是奧夫娜不斷問 究竟是誰說的 從種種的說法裡面 就似乎跟這個 英女王和外公 和爺爺 沒有什麼關係 會不會是卡米拉呢 還是他們特意點了 查理斯王子和哈里的關係很差 其實是查理斯呢 還是他弟弟呢 還是他哥哥呢 這個就是大家一直追蹤 其實是查理斯呢 他留了一個復筆的 就是說如果皇室 去追蹤他 他在說 如果他說過誰 是說過這番說話的話 他不肯說 他全身會對該人有很大的傷害 就是說 於是你不要走過來 我就說了一次 如果你走過來我就公佈誰 這個也是皇室 較為避忌 可能會避忌的地方 這個會不會是我們小人之心 就是當君子之福 別人想保護他 這個不是我 阿門根也是這樣說 他不敢說 究竟誰 這個談論他兒子的膚色問題 在說的話 原來說了出來的話 對那個人有很大的傷害 其實不說 對整個皇室有很大的傷害 一兩個人有傷害 大家都明白 你看新聞 這些事件 這些公關災難很多 你越不是 你不收窄的範圍的時候 人人都有份 就是 阿薯姬你做的那些傳媒 那個做法 擠一點擠一點出來 我就擠了出來 看看你敢不敢回應 我再出一個傳媒給你 你以前做狗仔隊最厲害就是這些事情 不要這樣說 你做編輯是自私的狗仔 擠一點擠一點出來 因為你有後續故事 人人都不敢亂來的地方 你否認可更加大一點 甚至可能有錄音 那這個呢 拼多一層出來 像撕洋蔥一樣 撕洋蔥色 這個就是佔據了我八年 其實我不是想再說他那個情況 因為好像很八卦 那整個報道當然是被美國播出 英國那個報道在什麼層面呢 就是他在星期一晚 九點鐘 吃飽飯 黃金時段 在ITV 的一個免費的頻道 這個就是你最熟的 這些免費的頻道 不單是ITV免費頻道 因為ITV和Sky News Sky 天空衛視 也連在一起 所以就是 Sky就是電線 然後 IPV就是播出街 就是免費頻道 那兩個 就是強強連手 因為IPV在Sky有的 除了BBC之外 就變成了 就是很大 就是很大 那麼就變了 就變了 就是我們得淡笑 就是 本來想著大家 政府呢 3月8日 約翰遜 威威威威威威 威時機 因為那個3月8日 在海河之類 就是回復正常生活的一部分 那個 那個 那個所謂的 數字又靚 就是所謂的 那個受感染人數 住院人數 和死亡人數 都是 在這段時間來說 是低的 創新低的 那四千多 百多宗 死亡過關 就是你知道 死亡都千千人 就是英國每日 因為這個 武漢肺炎 那麼想著 約翰遜真的很威威 想著出來 拿彩 拿彩 真的 完全是沒有了 避免 手上不知 什麼 最慘的 5點鐘做直播的時候 人家問他 怎樣回應 這個即將播映 那個連續劇 給他做劇 他怎樣回應 沒有人再跟他 理他那些 整個 內閣的公關鋪排 這個真是很出奇 沒有的 大家做新聞這麼久都知道 這些事情 你預備了是這樣 往往 公眾的關注 永遠 當然不是 這類 你安排好 的事情 只不過這件事 無可否認 對英國來說 雖然我不想 這麼重視他 但事實上 一般大眾一定會 茶餘飯後 如果是這樣的 就能夠維持多久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一個月 一年半載 如果是這樣的話 長期會使得對皇室 或者英國 甚至整體來說 特別是上流社會的圈子 對公開開放程度 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這些人 其實還是很有用 用膚色 很重視這方面的問題 去看事物 這個罪名 我想皇室 無論如何都想撕掉 一定不想和這個人 沾上關係 不想被這件事 黏起來 或者被人說 這些問題 其實他一直都很小心 這件事 只不過今次 被人正面衝擊 正面打過來 就真是 真是 我很想看他如何接招 如何應對 星期二就說了 不發表聲明 都沒什麼好說 也不是的 暫時是緩一緩兵 一定會做些事情 因為他外界一定會做些事情 而且星期二 直播完 看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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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錄影了 星期二都看完 所以大家才有這麼大的互響 先不要說究竟大家會站在哈里和梅根兩夫婦的立場上 還是站在皇室的立場上 因為很多報道都會引述一些消息人士說 哈里其實說的東西是錯的 不過現在英文說的就不回答你 也說兩夫婦卑鄙 明知皇室就不能夠像你這樣出來這麼大嘴巴 傳統上是不可以這樣 你只是焗我吃而已 我又不能被動很多的 傳統上的角色 這個大安娜王妃當年的事件的時候 黃室當時的反應也是這樣的 所以亦都是被人覺得你是很遲緩 反應很慢 這個是黃室的傳統 他不是跟現代文明社會的步伐是有一點差距的 如果這些帝王的東西 始終是古老很多的東西 你不能夠期望他們現代資訊社會這麼快 這個大家有這樣的感覺 有些人就說這個市場是美加市場 所以美國可能會受落 透過各大民調所說 但整體來說 始終哈里和梅根 是透過這次我對上兩節都說 是有回聲的 即是你開六四、三七、五 其實有很多對當事人的事情 例如我看法就是 如果很簡單 就算我們普通的人 即是我們普通平民百姓 大家的恩親 聯婚 除了兩個人的結合之外 都是兩家人做親戚的 這些事情 在未發生之前 大家都不會說愛情盲目到你只是想自己 沒有想過那些家人 將來那家人和我進去會有什麼問題 你不會完全沒有這些意義 所以說 尤其是去到皇室的階段 你不會做一個決定 還沒有加入這個溫沙 家族之前 你都可能想過很多問題 或者考慮過很多不同的情況 尤其是這位都是公眾人物 我本身 也是見慣大場面的人 所以說很多時候 我又覺得 對很多後來的情況 諸如此類的理解 或者認識 未必完全是震驚 未必完全是震盪 事先應該也會有一定的去瞭解 除非有些事情沒有辦法知道 或者是被瞞騙 我覺得 如果不然 我覺得 又不會說 大家會很惡然這樣的階段 因為 問題就是 想不到那套戲這麼高收視 你想想 包括首相在內 我意思不是說 政客 政客通常的做法就是 以前也做過政客 政客怎樣呢? 那天是大日子 即是說 大新聞 傳媒也是大新聞 你隨便找一個新聞 就算了 你就不要跟那些大新聞去助 政客也是去請願也好 抗議也好 搞遊行也好 千萬不要選大日子 一大日子的話 你跟那個新聞媒體 都吃光了 所以 其實 你看到政府的安排上面 是 完全沒有 不知道 那個浪是這麼厲害的 我覺得是判斷不到 王室也判斷不到 我覺得 不知道是有一件事 但是 不是帶到所謂的 傳媒關注 是一年左右 沒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 如果 我是約翰遜 總之有個水晶球這麼厲害 星期一 那個記者招待會 繼續找夏國元出來說 就可以了 或者發稿就算了 所以 留下星期二 至少 禮拜二 都沖淡一點點 那個頭條 然後 再出來說 開學日 數字等等 那些東西 拿回公職 昨天 他說 星期二的時候 他再找夏國元出來說 自己又退居 這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浪子 包括王室在內 包括首相府在內 都是估計不到 所以 大家整個民眾的眼球 全部都去掉了 那些政事 政務 的情況下 就完全沒有報道 一些政府的呼籲 防疫等等 都沒有了 都沒有了 可能都很悶 大家又悶 又不出得去玩 過程裏面 你每天都說 叫我們保持社交距離 還有每天都說 有多少數字 然後學校 怎樣怎樣 大家可能悶 一看到這個精神性能 大家就 為之一陣 我們 休息回來 說說 其實約翰遜 在記者招待會裡面 真是慘 大家沒有人留意他 沒有人留意他 說什麼 反而被人追問他 是關於 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 有什麼回應 有什麼回應 那 邱漢遜就埋了長角 其實他也很厲害 他想出了一些三斑 不過這三斑 這次就不能用 上次 就說 大家究竟是 什麼時候放寬 這個 疫情的管制的時候 他就說了 Data Data 這次他又想出 那些三斑 出來 頂一下 因為他有點準備 但是 都 不可以用 雖然 他也不可以用 多久 他走